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开始还有人怀疑是不是杨颖这期根本没参加录制 并不是被删除了 但很快神通广大的网友们就发现了各种证据 证明杨颖确实录了 只是镜头被删的一干二净 一整期白干了 比如上一秒杨迪面前只放了一支玻璃杯 下一秒却突然变成了两支玻璃杯 显然其中一支玻璃杯原本是属于杨颖的 后期小哥一时疏忽 忘了把它劈掉了 在下一秒杨迪面前的玻璃杯干脆全部消失了 被后期小哥劈了个一干二净 再比如一秒前杨迪面前放的还是一副腕碟 一秒后腕碟被劈没了 变成了一个奇怪的盒子 甚至在一闪而过的镜头里 还能看到一条杨颖的辫子 此外也有现场观众早就发帖提到 这期节目录制于9月6日 当时杨颖确实在场 全程参与了录制 场外的粉丝们也拍到了杨颖出发 去录制现场的照片 所以他不是没录制期 而是白录了 上周延播时 这组和粉丝给到外界的理由是 因为亚运特殊安排 节目进行编排调整 大伙本以为拖到这周再播 杨颖应该是会被绑下来了 没想到实际播出的效果 他不仅被媲美了 还毫无批图痕迹 后期小哥确实是有点技术在身上的 就连这种没有桌子遮挡的镜头 你都根本找不到杨颖的身影 这期播出后 网友们还惊奇地发现 就连下期节目的预告片 都把杨颖的镜头扇了个精光 此前曝光的预告片中 能看到杨颖在无尊身后 忙着收拾料理台 但在闪改后的新预告片中 杨颖的镜头直接被一剪霉 原本给到杨颖的大特谢镜头 也被换成了黄衣的对脸拍 杨颖和杨迪 黄明浩 张韩运表演的一次小品镜头 也被毫不留情地剪掉了 观众们都在忙着震惊 不知道后期打工人 这次打了几天几夜的马 经历了多少次崩溃加班 才按时把节目赶出来 而当杨颖出事后 老东家浙江卫视就委婉地称 他因为形成冲突 不能参加奔跑吧的录制 另一平台综艺现在就出发中 能扫到杨颖的镜头很少 后来在第97下集中 也直接没了杨颖的镜头 如今又在这档综艺中 被完全删减了 仅此一役 将来跳槽的时候 又可以在个人履历上 添加浓诺重彩的一笔 曾经临维寿命为 听说很好吃屁掉了杨颖 并且除了综艺镜头被剪外 连杨颖一项引以为傲的 时尚资源都开始停摆了 本来由网友爆料 作为某奢侈品珠宝代言人的杨颖 会升级全球title 可是到了13号 品牌的活动如期而至 不仅全球代言人的身份 没有如约官宣 甚至杨颖都没有出现在品牌活动上 今年6月 杨颖官宣了品牌某系列产品代言人的身份 该品牌也很重视这位代言人 一方面进行大范围的推广宣传 为代言人安排排场极大的地广 另一方面 品牌也为杨颖推风 助力杨颖登上知名杂志的封面 就在上个月 正是杂志领域所谓金九银式的黄金月份 杨颖还登上了某知名杂志 不管是杂志封面上 还是杂志内页中 杨颖拍摄照片所佩戴的 都是该奢侈品品牌的珠宝首饰 如此看来 品牌确实给了杨颖不错的待遇和资源 统干容易 共苦难 如今杨颖事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品牌似乎也选择了明哲保身的观望态度 当然也可能是杨颖选择了赞避风头 对现在的舆论实施能处理 不回应不表态 只等着风波过去 看一看有没有希望在东山再起 对于杨颖缺席品牌活动 甚至可能连代言身份升级仪式也无望的情况 网友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有的认为是低调避风头 有的认为是能处理 有的认为是真风沙 完蛋了 以至于不少人都在问 这姐是不是被软风沙了 不可一世的她又是怎么沦落到今天的呢 自打和黄小明离婚后 baby就走起不靠男人的独美路线 但她究竟有没有靠男人 心里比谁都清楚 离婚之后 夫妻俩也逐渐露出自己的底盘 就拿这个十月假期来说 打开黄小明的社交平台 人家回家开开心心陪家人 老老实实顾家好男人 家庭才是最终选择 热评也很有意思 被足足点了两万赞 而搞事业的女强人baby 则选择奔赴海外的时装周 凭着美貌大杀四方 刚到第一天就有两套造型拱上了热搜 或许是想给自己的热度添一把火吧 她直接在某套造型中 佩戴了某品牌的标志性独眼珠宝 最近这个独眼标志掀起的惊涛巨浪 已经不用多言了吧 预盖迷章的是 她的法图师特意披掉了这个眼镜 但从这一点说 她和工作室就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个舆论 这个枪口还没撞明白 她就装向了下一个枪口 海外奔波这么累 看完秀回酒店好好歇着不行 人家偏顾又去凑热闹了风口浪尖的疯马秀 这还真是吃了浅薄无知的大亏 本身这个疯马秀就违反了我们国家演艺人员 实物项禁止性条款 即便你人在海外 正道的光依旧会照到你身上 要麻烦通知各平台连夜排查 下架助农广告 头像不能更换等等 这才让baby慌了身 连夜出来避重就轻的澄清 头像换不了是系统极致问题 企图把这阵子的舆论风波糊弄过去 明晃晃的装死 他是想装聋作哑 但是咱们争议的网友 可是把他的过去又烦了抵朝天 baby去看脱衣舞还真是一点都不让人意外 其一是baby的一段视频被网友考古出来 虽然画质不清 但足以认出是嫩魔时期的他 视频里正扭动着腰枝 跳着极具诱惑性的舞蹈 而这段线舞可不是给黄先生看的 早年的嫩魔时期 baby足够玩得开 尤其是闯日那几年 照片里被灌酒也是常有的事 即便变美之后回到港圈 围绕在baby身边的也都是花边新闻 和周杰伦在演唱会上贴身任务的是他 给陈伟婷发大尺度暧昧短信的是他 带着小姐妹在黄晓明生日会上玩制服诱惑的还是他 这些过去的种种 baby确实擅长发挥自己的美貌优势 钻影人脉网 得以实现资源置换和咖位升级 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下Lisa跳拖衣舞去取悦LV三公子的手段 还真和过去的baby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难怪有网友吐槽 她去看风马秀 是在体会义务重回18岁 毕竟当初她能够上黄晓明 也是使出了不少力气 刚开始关系不稳定那会儿 baby还被传出寒天夜会黄晓明 甚至苦等了两小时 即便公司再怎么否认 她自己发的内容总不能打脸不认吧 公开发布和使我能享受一下 属于我的海绵蛋糕带着几分挑逗意思的字眼 可别说海绵蛋糕就是字面意思 那为啥两人爱的结晶要叫小海绵呢 关系明朗之后 两人倒是借着绯闻解了不少合体的广告 各自吵热度 而在拍广告现场 黄晓明让他展示独嘴卖萌 他立刻乖乖照做 跑到大连探班的那次 还被狗仔拍到黄晓明插腰交于他的那一幕 他也只是低头不敢还嘴 甚至还有有人爆料 黄晓明组织的冯小刚 葛优的饭局上都不许baby上桌 就这份做小伏地的乖巧 足够拿下黄晓明这骨灰级恋爱呢 然后亲手为他的事业铺路 把他介绍给钱东家华裔 布局在内地的事业 不光从那么逆细微一线小花 从17年开始 各类大牌代言就拿到手软 次次活动大C位 还真是风光了好几年 以至于升咖后 他还真以为是自己的能力达到了 没考任何人走到了今天 那他又为何心态回归到贪念老本行了呢 借铃海虚戏林人 说到底还是和黄晓明有关 虽说是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但黄晓明这边根深夜貌 恢复单身之后 身边立刻围满了盈盈艳艳 欢喜得不得了 即便他所热衷的霸纵角色 备受观众吐槽 可不能否认在终生阵容里 黄晓明是有两把刷子的 只要接对了戏 不用愁他的演技发挥 2019年 黄晓明主演的烈火英雄 一举拿下17亿的票房 还助力他摘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 金鸡奖两座影帝 电视剧这块 和尹正双主演的并编不是海棠红 也是口碑和收视率双丰收 最关键的是 人家知道自己的槽点在哪 人至中年还能通改前飞 备受吐槽的油腻 也在减肥之后宛如上了洗涤剂 整个人现在清爽到不行 出席个活动 生徒状态比现在的当红小生还能打 假之常年坚持做公益的好口碑 如今是爱情 事业双开花 还挽回了曾经掉下的观众园 而baby这边光景却大不同 没有了潜伏牵线打桥的人脉 他要忙着建立自己的人脉网 自己出门应酬 又恢复了原来他该有的位置 和富婆的次次聚会都要站边角 原本想在作品上大展拳脚 合作的男演员也都是当红一线 但收拾却一步比一步扑街 与黄轩周一维的创业时代 大家只记住了他故作强大的走资 和用力过猛的五官 演技被女配送一狠狠碾压 哥某轮 朱一龙的我的真朋友 大家只记住他女鬼般的造型 两个当红男演员搭戏都没能带起他 再到后来卡威直接被任家论压翻 甚至合作对象已经连一些男演员都接不到 他用一步又一步的试错证明 演员这碗饭他真端不起来 让他一直很是骄傲的时尚资源 也掉个眉边 以往总是吹自家是迪奥的亲女儿 结果人家换了热巴合作 给出了比以往都要高的全球title 彼得粉丝只能四处嘴晕万尊 而可谓称之为他代表作的综艺跑男 也从原来绝对的C位逐渐沦为陪衬 双女make的设定 本就夺走了他一部分的看点 甚至有一期镜头只有四分半的镜头 粉丝不分闹上热搜维权 热度的不断下降 栽有定力的人想必也会坐不住 所以才一次次在风口浪尖铤而走险 哪里热闹就往哪操 中韩关系紧张的时候 他跑去看了韩国女团的演唱会 还登上高位热搜 日本河废水引起中路的时候 他跑到日本旅行度假 全然不顾舆论 结果这次好了 看完风马秀之后 事业全面暂停 跑男直接不带他玩了 宣告他将缺席接下来的特别记 他参与录制的听说很好吃 也把他的镜头全部删除 明显是被各大综艺割袭了 团队也只能垂死挣扎 捆绑业内同行洗白 而往日那些他在娱乐圈 虚假繁荣的泡沫也被一一戳破 好闺蜜杨幂 看清状况立刻割袭独美 前一天还吹八五言霸闺蜜并赴时装周 后一天就踩着他营销自己 弘扬传统文化 两人不是一路人 好记友张大大 更是吓得一连几天不敢直播 就怕网友连线问东问西 好妹妹白露不想被他拖下水 人家立刻澄清自己可没看什么风马秀 养之慢慢渡劫 甘露先走一步 好弟弟反程程也是主打一个别来挨边 人家亲姐姐都救不了 更何况他这半路杀出来的同事姐姐 再加上往日他嚣张跋扈时 可是惹了不少对家 这场趁他病 咬他命的闹剧才刚刚拉开序幕 而这次风波 baby能不能求到各路神仙保全自己 咱们就拭目以待了 还是那句话 希望明星们平时能谨言慎行 发挥作为公众人物的正面影响力 遵守演艺人员从业相关规定 不要再给普通打工人添麻烦了